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怎麼開閃閃閃閃 就是最近啊 南部說真的有沒有被人在水箱折果 我想到那種海賊王裡面的水之祈禱 海上列車來切入正題 就是大概簡單說 南部最近都喝水了 很多泡水車 汽機車陸陸續續 會有出現這個維修的問題 然後很多同學都留言跟我說 老同學你剛才可以分享 汽機車泡水大概如何去把那個損害降到最低 我想說就是 結果這個期間 我來分享 我以前三年前八八豐宅 想說我也有一台油膛的泡水泡了三天 我後來是自己把它修好 然後我把那個過程 大概還在腦海裡面 我大概分享給同學一下 你看我之前那二星塵影片 裡面有一台那種豪美武士 那台我就之前 停在那裡泡水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不用說 很少在騎的啦 如果想到的時候 去那散步 然後騎在嘴嘴而已 結果 好死不死 我去爸爸說的不是多久了 鄉鄉也是一字之間 那當中我沒有給人 整個泡水 有的比較低 我都要淹一瓶 我想那台車 反正也沒辦法騎 等在那裡 那火油也散了 然後就是大概 水等了三天才退 就泡三天 那些國軍很辛苦的去打掃了 我剛才 吃那些什麼 用那個火車 我以前不知道 火車在什麼不記得 好像 那是騎的 帝王去把它吐回來 含人吐回來 我就開始死馬當活馬医 因為我本身對那種二星塵的車 所以我非常了解 它本身 你車來說 它是化油漆系統 你現在那裡 趨軸箱裡面 已經都有泥巴 我現在大概分享 怎麼去那個 處理DIY 泡水 摩托車 汽車的話 我們就暫時不談 因為汽車你要把它修復 你剛才說 你真的 經驗很飽 時間很多 我們先來講那個摩托車 以白龍雪的經驗 分享給你聽 第一 你泡水 當然很鬱鬱 然後你就是 先把車子 弄回來 你就是前提要自己修 反正的修理不好 到時候看我怎麼說 我就整個把它拆開 真的慘不忍睹 我唯到那台車 我去買一座那種 膏的噴槍 網拍賣的好像 不知道三千塊 五千塊 這檢疫前的插電 怎麼會開始閃閃閃閃的那種 我就是整個機殼 什麼都分開 第一先清洗 記得 你泡水過後 你不要想說 有時候乾淨水 都沒泥巴 你就叫什麼 你一桶電 車就拿起來 尤其是那個噴射引擎的 什麼 進站 因為那種東西噴射裡面 跟車子一樣 它有一個公油電腦 先跳回來二行程 二行程比較簡單 裡面最基本的 CDI 然後 CDI它 基本上是做蜜蜂式的 我自己看 等一下水電也沒什麼 然後 我就是先把電子零件 全部都分解 因為很簡單 那些電盤 大頂的山座 然後 電盤 都拆下來 它有氣泡線 我都不要去刮到 也不要去 特別去把它研磨 我就是用高噴槍把它噴 整台水要很乾淨 然後 漆缸的話 我就是把它拔起來 因為二行程的漆缸 就我聽起來 聽起來 裡面 全都漏水 但是它裡面的水不會很髒 你就是乾的 它裡面會稍微 像黃黃的水帶 你不清 我說這樣 你如果要用氣油 去洗 也是賣的法 但是我是我的做法 分享給同學 我就是 我看起來活塞法 也都超無油 那個時候我是順便去糖缸 大概花了350 然後 曲軸箱 我就沒有分開 我就是 把那個什麼 倒很多氣油 跟那個清潔劑 我就是 讓它用手放 裡面的曲軸箱 裡面的一些熱蜂 主要把它洗乾淨 然後 車大概捏倒掉 我是這樣子做 倒掉 一直洗 洗差不多三次 裡面已經很乾淨之後 然後就是 點一些潤好友在裡面嘛 然後就開始 組裝起來 然後重點 泡水車 處理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就引擎裡面會進水 那個是必備的嘛 你就是拿起來 切切 然後化油氣整個都分解 什麼那個 主噴油嘴 副噴油嘴 你要把它清得很乾淨 都裝回去之後 我當時 要怎麼說 我是覺得我算蠻幸運的 因為二行程的 它的構造很簡單 就是每一個插座我都把它清得很乾淨 我CDR也沒有換 然後整個 全部都清得很乾淨 然後整個都清得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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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車子一樣有O2 sensor 一些ABS 如果比較有ABS的分泡三小 那就是檔機的部分 我相信重機要泡到水的機會 應該是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人都 停在車裡面 就家裡比較多 然後你如果說是像近戰那一種的 你噴射引擎的部分 你就大概也是像白忠學說的 全部都把它清清 但是你四行程的話 你如果沒有聽起來 你要穿到裡面是比較困難 但是白忠學可以教你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試看看 但是不一定會成功 你那個什麼 因為你聽起來四行程 你要對那個什麼意志 還要對那個進排氣氣門 你如果說這個沒什麼 可以對我 最簡單的方式 你把火星塞拌起來 然後你就是從火星塞上面 開始一直把它倒那個什麼 清潔機去自由 我是覺得也可以 你要用汽油是比較危險 然後比較簡單的 你就是從柴油 因為柴油的藍電比較多 比較安全 你倒下去 然後你大概 它旁邊都會轟壓 你就手動大概轉動 你車也是把它引擎 它一定要流下來 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會 把引擎卸下來 你不要去它分解 你就跟它一 從火星塞 然後它那個噴射號器 你拆下來 把它把它把它清清清去 你裡面有獰防片什麼時候 有 你那個就是進氣管的部分 你就先把它分開 你前面一直把它刮 被灌那個什麼 你要用清潔劑 你重複一直清洗這個動作 用手轉 旋轉一個方向 進排氣門也是一樣 裡面會有一些 要怎麼說 他說這個 它流你裡面的泥沙 它分子很細 因為你不是在發動的時候 去吸進去的 所以你會覺得這種方法清到 因為白東學二星層 我把四星層蓋過 四星層我覺得大概是通用的 因為一般你看那個 煙水它就是 那些什麼 都土色粉 都橫橫的 它如果乾的時候你沒那麼清 它會像一層電鍍的那個 那個什麼 哪兩盒包在那裡 大概說啦 你如果4T的 因為4T是裡面有那個旁邊的油你知道嗎 它就是整個機油裡面 可能就是已經 那個卡麵泥巴 就是像甘東說你 去那個什麼 機油去泡到水 之後它裡面會有 會變成乳化啦 人家說好像不算抽油 裡面你會很濃郁 你就是先倒一些柴油下去 讓它綜合後 你油一直流出來 四星層在清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因為不用穿那個2T的 因為它就是還要從那個 進氣那邊下去拆 你就是 踢到去 你就是 就一進一出啦 你從這個循環的動作 然後油一直把它放下來 你那人說你不要 你洗爐子也不要拖 因為洗爐子浸到水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 比較不會DIY的 你就是把那個洗爐 就是直接換新 你整個東西都清潔好之後 你 你要 給它去打空 你不要去發動喔 就是 點火的部分把它拿掉 讓它可以這樣空轉 一直倒那個清潔劑 這樣的話引擎內部 我相信沒有 循環大概不到五六次 應該就很乾淨了 但是要花時間 那是白龍學 對那個機車原理了解的方式 分享給同學 你如果說當然 速度要快的時候 是讓機車人用 是快 但是因為它 這段期間可能 大家生意都做不去你知道嗎 所以說你放在那邊 你如果說有DIY精神 十碼當火馬翼 你可以把白龍學的方式 就是你參考一下 你就是重複機油 一直稀釋嘛 你就跟我們說 換完之後 如果有清潔劑 一直循環 這個清潔劑 柴油的液 用手轉弄還OK之後 然後你最後 你就是一樣 把它換全部 用換新料的時候 然後 公油電腦 最重要的 它有一個點火的 一般 以DIY的二星層 它CDI 它是用一種 不知道什麼AB 什麼什麼 就是風隙的 你整個檔 水田也不會流水 那你如果說 一般 你們今早那種 公油電腦 我是不知道 長什麼樣子 你如果說 只有兩種 純粹像HID的外殼 貨品 它裡面 如果沒有用防水膠包 你泡到水 大概下課的 幾乎酒比較多 但是你可以先嘗試看看 你如果說 它一般 像HID 它整個包 整個蛋 就在水 它都有風焦 事實上 它也跑到水進去 它也沒差的 你就記得 先拔起來 把頭上的 插片 先把它清乾淨 主要是 通電的時候 那裡會短路而已 那是白龍學的經驗 當然 如果說真的 自動車沒有停 還要預防一種 泡水的部分 我之前看電視 不知道什麼節目 講的 我覺得它講的 道理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把電瓶拔掉 一般來說 車煞到水的時候 電子冷靜的先燒 就是短路時會打電 但是你如果一旦車子 你電瓶先拿掉之後 它裡面已經沒有電了 如果水去短路到的時候 它裡面的IC精配 它也沒有作用 但是你不要想說 泡到的時候 很幸運 就像淹到水浸了 你就馬上水打掉 水帶起來 因為它那個接頭 正負期已經要減水了 所以 如果說電瓶有預防性的泡水措施 把它起來完之後 你也是整台車的那個電子接頭 你都把它 用那個 拆開 用空氣槍 它先把它噴噴 然後 靠電都乾淨 那頭 它轉一些什麼 電子抗氧化劑 我是都轉一些 那種金屬孔都有 我是覺得 那個不拍攝 但是你如果有 電子接頭的氧化劑 那種噴劑來噴 我是覺得效果 應該給它好 然後你就清好之後 電瓶再裝回去 發動那台車的台本 幾乎 你就是心裡 覺得它有去 泡到水而已 事實上 這樣就大概很小 那是說白東學 大概用最土法煉鋼的方法 要怎麼處理摩托車的泡水 的方式分享同學 當然很多人一定會看 我這個平均很突然 平均很突然 因為我自己的車有去泡水 我就是這樣處理好的 但是我那台是二行程的 機械原理比較簡單 但是它那種的 比較簡單 就是好聽 但是我是整個把取桌箱 整個都拉起來 七天去看 我是這樣洗的 這樣最快 但是你四行程的東西 因為它還有一個 鋼鏈式的那個正式 正式列列條 在拉進拍器門 一般要聽說 你不可以堆 聽它一定失敗 因為保障也不停 但是以原理來講 它就是 換個機油在那邊循環而已 大部分會跑水進去的 有些 它走也不會走很寒 因為它都密封式的 一進一出嘛 你水如果進去 你沒有辦法空氣跑出來 事實上 它裡面要全部泡到水的機會 也不大啦 如果你整台都浸了 我的感覺也不會太多 你會來把黑油漏漏掉 大概輪槓了一兩次 我覺得應該就會成功了 最主要就是公油電腦部分 那個街頭你要把它清乾淨 跟那個什麼 風雕掛 踹上去的分電盤 一定要清很乾淨 不然你一通電就可以打電了 大概重點就這樣啦 因為不用說 我也沒有那個實際的車現在拋到 操作給你們看 我就大概用我的回憶 跟原理分享同學 你如果同學覺得有幫助的 我有幾個朋友 他的洗澡有去泡到水 他不是說整個泡到就像車在塞 過的時候那個水高的地毯 車就拿起來了 然後現在洗爐 可能也拿起來了 就不知道怎麼處理啦 他如果有一些乾苦談 跟他分享給同學啦 大概就這樣子啦 祝各位同學的車 都能把那個損失降到最低 大概就這樣子 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龍學的吊教師 如果還有白龍學的鼻子上面 歡迎你們留言 白龍學如果知道 傳送的同學 好 掰掰 瑋 mild RA 2 3 4 39 1 2 谢谢大家